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公约 还有就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 他就强调为了兑现希盟的竞选宣言 政府将会朝向签署全部六个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几个 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公约的目标 不过他说因为有关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 所以政府也没有设下任何的期限 这是马祖基在国会下议院回答问题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同时他也有提到 他说为了研究签署的这六个国际公约 其实政府也成立了由相关的部门 或者是一些机构领导的六个技术的委员会 比方说有包括了内政部 人力资源部 国民团结 还有融合局以及外交部等等 那外交部长的Dato塞富丁 他其实在7月的时候 也曾经有承诺会努力的 就是要达到签署这六个公约的目标 不过他说在政府迈向签署这六个公约的时候 其实也会非常尊重的就是联邦宪法 毕竟马来西亚拥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多元种族 还有宗教的社会 并且他也表示 将会在一些敏感的课题上考量民意 是 那根据英文报的报道 马来西亚已经批准的 就是有包括儿童权力公约 还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以及这个残疾人权力公约等等 那其他还有六条呢 他们有签署的 那这些就包括了 刚刚我说到ICERD等等了 那些公约 这个网络上可以找到 我们这边不重复了 但是首相马哈迪 他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 就已经强调说 会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 就给予时间来辩论这些公约的 那政府呢 会以比较尊重联邦宪法一个方式 因为大马毕竟还是多元宗教 多元种族啊 那你要顺从民意 才能够进行这个程序啊 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了 其他媒体的报道是怎么说呢 今天看到Britter Harian 他在网络上一个标题是说 Runding dulu baru tanda tangan 就是还是先谈了过后 才签约 那意思是说呢 他并没有承诺说 一定会签约 因为毕竟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 你必须去解决的问题啊 包括会不会影响 这个宪法的条例等等 那我看到另外一篇的 这个报章呢 是来自Free Minister Today 它是说 We will sign ICERD but it's not easy 这个就和该马来报的 有点情况不太一样了 就是对于 看英文媒体的民众呢 他认为的 这个翻译的说法就是 我们会签 只是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马来报 我们先谈谈 才看看怎么签 对 无疑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另外也有看到呢 吉兰丹的这个副大臣 也就是 Dato Mohamo Amma 他就强调呢 即使联邦政府呢 在来年签署 这一个公约 那他说呢 登加楼的 应该是吉兰丹的 这个政府呢 也会捍卫 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还有马来人的土地主权 他就说呢 其实这一项呢 反启式公约呢 还没有进入讨论的阶段 不过呢 对捍卫联邦宪法 赋予的这个君主制度 伊斯兰 还有呢 就是马来人地位 等等的主权呢 他就表示 单州政府呢 会站稳立场 所以呢 他也表示说呢 其实呢 这个伊斯兰党的立场 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呢 捍卫马来土地 是属于马来人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 就像我说 他面对挑战呢 就是要跟宪法 有可能有冲突了 因为联邦宪法 就比如说像第五三条 一五三条文呢 说的是马来人特殊地位 而第八十九条文呢 就是马来人保留地的 这个宪法 那如果说 你要签署这样一个条约 是消除所有歧视的话 那会直接受到影响呢 肯定就是我们 所谓的马来人 或者土著了 因为他们有这个特权呢 但是问题是 特权怎么来呢 如果从历史上看过来 那是当时 是因为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可能为了要保护马来人 才设立了一个条款 或者这个宪法嘛 但是现在还适不适合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考量 现今这个社会 这些宪法 是不是需要再修改 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演变 还有包括国情的发展等等 我想都是 应该要列入考量的 这一个内容当中 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可能要转换一下心情了 因为昨天呢 其实对于全世界的华人来说呢 大概都是同声一哭 因为呢 有这位非常伟大的武侠小说家 有金庸就是过世了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线论 我们来聊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